笔墨书槐情聚两岸 海峡两岸著名书画家作品展 在南投县政府文化局玉山展览室隆重展开 展出两岸书画艺术界 一共有21位书画家70多幅的立作 县府期望透过艺术交流 为两岸的人文艺术 建立更深厚更多元的沟通管道 茶席 家人与民作 来自两岸书画艺术界 共21位书画大师作品 齐聚县府文化局 在副县长陈振生 以及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王会的 共同主持下 笔墨书槐情聚两岸 海峡两岸著名书画家作品展 正式与大家见面 在7月4号前 民众可以前往文化局 欣赏两岸名家作品 文化是一个民主的精髓 那在我们两岸 在分国了70年左右 能有这种交流机会 真的是有它的必要性 因为文化是不分国界 也不谈政治 纯粹就文化 来做民众跟民众 艺术家跟艺术家的交流 是最恰当的过 所以文化局今年透过中华文经交流协会的安排 跟北京台联的一个合作作了这一场的展出 那所邀请的一些名家都是两岸目前顶尖的一个艺术家 从外面透过这种交流其实可以把友情交易更深 甚至于在文化提升方面有所帮助 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 是由北京市台联创办 并与两岸轮流举办 让艺术家获得更多切磋交流的机会 经由艺术的熏陶 促使两岸和平发展 也让中华文化艺术之美深植民众心中 应该是可以促进再加强 来交流 促进两岸交流 把这个两岸和平都稳定下来 不要再有战争的事情再发生 这个有文化气息 然后可以增进两岸的文化的交流 而且看到他们的那些书法家 画得真的太漂亮了 让我们也有一种很想要去学习的心 对 让我们感觉说 这个真的世界 真的两岸一交流下去 应该可以扩大我们这些的 这些文书 这些画的交流 让我们就是能够一直向上一直学习 两岸长久以来 在这个水墨 东方水墨画里面呢 这个艺术的发展 事实上它只有共同的这个蔓延 今天的展出里面呢 每位老师的作品当中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以及在世界观感里面的张力呈现 都有所不同 这是对艺文界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信息 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理念 发展出来的作品呢 当然都会有不同的风格创意 文化不分国界 艺术不谈政治 在台湾中华文经交流协会 与北京市台联安排下 两岸书画名家作品 集结在南投县文化局 县府希望透过两岸艺术的交流 搭建起两岸人民沟通桥梁 也希望未来两岸能够持续相互交流 透过展览提升民众艺术人口以及水平 让中华文化能够传承并且发扬光大